要说这适应能力最强的 就属那些能游走于不同角色之间的演员了 这部在钢刀拍摄现场 何任东和李东学就谋划起新角色 为了给观众带来一场 惊险刺激的拼刀大战 俩人还使用针刀上阵 那受伤变成了家常变反 看都不看直接抽刀 抽刀直接上来就是一刀 对 对他搞死他了 然后他就快被勒死 但是就再想一个他如果去破解 然后再想 您瞧何任东 李东学和刀牙杆三人 聊得真是热火朝天 仔细打听得知 他们正在谋划电影钢刀中的一场正投戏 拼刀大战 对就是为了生存 我怎么样都可以 我把你的耳朵咬掉都给人家走 说得狠 盘摄时两人更是来真的 手吃真刀就来了 要真的假的 真的 说了半天了 使用真刀效果是有了 但演员受伤的风险也增加了 这不在打斗过程中 何任东就挂彩了 虽然我知道你很疼 但是作为画面来讲 我就是神来之彼 好吧 得奖就靠这一项 刚处理完伤口 没成想 何任东又从甲马身上摔了下来 没事没事 摔到了 可以斧头硬化 谢谢大家